電影終點戰裡頭 時間取代了金錢 人人分秒逼爭 場景就像台積電400名工程師 組成夜影部隊的一線戰況 研發同樣也是要跟時間來賽跑 為研發10奈米製程 台積電在一年前啟動了夜影計畫 400名工程師進行24小時研發 速度火力全開 就是要搶時間和搶市場 台積電頭一回打造夜影部隊 用時間換取空間 對抗董上張忠謀 口中的英特爾和三星 兩隻大猩猩威脅 而這樣的工作踩的是三班制 小夜班從下午的兩點 工作到晚上12點 緊接著大夜班登場 從晚上12點再到早上10點 夜以至日無縫接軌 相較來說 員工的報酬也高 以碩士畢業員工來說 年薪200到250萬也不成問題 10奈米決戰在即國外先有網友針對這一次蘋果開賣的iPhone 6s進行比較 而台積電光是16奈米製程生產的處理器跟三星14奈米製程生產的處理器經過評測後 因為台積電CPU續航力較佳表現大貨國粉好評也小出亮眼成績單 台積電這個技術領先的話我覺得了不起就是73或是82分 而摩根大通更預測台積電明年將奪下百分之百的蘋果A10訂單 扎實的研發這次在iPhone 6s和韓廠一筆果然實力驚人 台積電打出夜間計畫戰術下一階段10奈米研發戰役可不能輸 要喊英特爾三星一較高下 謝林東銘張票台北倒